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放了他一马 可他竟背着我怀上老公的孩子 甚至在我的饭时中下了毒 踩着我的尸骨当上了豪门太太 终活一世 我又回到了婚礼那日 这次 我直接冷眼旁观保姆的小动作 甚至助他一臂之力 毕竟 现在的他还不知道 让他魂牵梦绕的亿万富豪 其实是我 徐姐姐 婚纱突然不见了 这可怎么办呢 该死的 怕不是婚纱店的人不用心 知道这婚纱值钱 所以偷偷累了吧 我醒来时 耳边就是这样过躁的女生 睁开眼 黄振开的表妹黄莹 也就是婚礼伴娘正在我面前一脸怨恨地咒骂着 时间快到了 万一不能出席婚礼 岂不是让人家看笑话 外面来了好多人呢 他紧张地说道 手指不自然地攥紧了衣服 酒店的工作人员刚想带我过去婚礼现场 听到这话直接发出一声惊叫 婚纱没了 怎么可能呢 后面的婚礼团队更是满头大汉 跟黄莹一起把放置婚纱的化妆间翻了个底朝天 为了这场婚礼 我投入了几千万 光是手工定制的婚纱价格就要八百万 现在莫名失踪 没人能担起这个责任 酒店的工作人员急得脸都红了 眼见着时间快到了 他们心一横 跑到我面前再三鞠躬 婚纱找不到这婚礼没法开场 不然我们先暂停婚礼 下次再定时间重开 我还没说话 黄莹就奸声反驳 说暂停就暂停 你知道过来的客人有多尊贵吗 临时取消 外面说不准会讲什么风言风语 但现在婚纱没了 以许小姐的身价 总不能让她穿着便服上去吧 他们一筹莫展 一群人像双打的茄子般满面愁容 就在这时 角落里突然出现一个娇娇怯怯的声音 徐总 我今天恰好戴了礼服 不然让我替你出嫁吧 话一出口 满场的工作人员都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 有替考替排队的 这还是他们头一次听说有人替嫁 我转头看了李佳佳一眼 脸上没什么表情 以为我这是不满 黄莹连忙上来劝道 其实也不是不行 徐姐姐你那么贵气 怎么能在婚礼现场出丑呢 婚纱一时半会找不到 马上这边就要上场了 不如就让李佳佳过去 回头我们再跟宾客好好解释 她说得焦急又妥贴 像是全然为了我着想 但看着后面李佳佳紧张的双手 我还是发现了他们的破绽 一个刚进许家没多久的小保姆 黄莹怎么会那么清楚地 说出她的名字呢 除非他们早就认识 勾纯一笑 顶着在场宾客见鬼的眼神 我竟然就这么同意了 不是 许小姐你要考虑清楚 这可是婚礼啊 大唐经理不可思议得看着我 我转头瞥了一眼 黄莹已经站到李佳佳身旁 还跟她交换了一个得意的眼神 我知道他们是高中同学 倒是没想过黄莹能为了李佳佳 做到这份上 没事 我觉得盈盈说得对 大不了回头我再办一次 没了婚纱我丢不起这个人 说完之后 我好整以侠地欣赏起了他们的表演 果然 李佳佳下一刻就迫不及待地坐在镜子前 理所当然地使唤到 化妆师呢 赶紧过来给我补妆 都死哪去了 转过头她还不忘小心翼翼得看着我 毕竟也是大场面 我想尽可能体面一点 许小姐您看可以吗 我点头同意了 看着她露出早就打好底的脸 保姆服下甚至还穿着专门搭配礼服的小打底 胸大腰细 衬得身材好极了 抬头示意了下大堂经理 我在她耳边低语几句 震惊得看了一眼已经在讨论妆容的两个女人 她立刻转身出门了 我就这么冷眼看着 李佳佳十分钟搞定了妆容 换了礼服就着急扶着黄莹的手参加婚宴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真是女主角 在休息室看着婚礼大屏 因为找礼服延误了时间 司仪已经急得脑门冒汗了 她不停地看着新娘出现的那道门 终于在瞥见门缝后的两道身影后 松了一口气扬声道 最好的时间留给最美的新娘 让我们欢迎这场婚宴的女主绝许 话音未落 黄莹已经打开了门 看着李佳佳那张含羞待怯的脸 肆意差点没精掉下额 直接把新娘名字吞了下去 满场的宾客露出了跟司仪同样的表情 这是谁呀 不是说许总吗 到底怎么回事 大白天见鬼了 新娘都能临时换人 只有黄振开家里的那帮亲戚 因为大部分没有见过我 还是热情鼓掌 在他们的衬托下 现场倒也不算尴尬 我注意到黄振开表情一愣 像是要发火 但看清来人是李佳佳之后 他的视线在李佳佳风雨有度的身材上晃了晃 竟默认了下来 主桌上的公公婆婆更是一脸满意得看着 丝毫没有震惊之意 看到这里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们早就心里有数 怪不得钱是一起 我不让我追究替婚的事 我情不自禁冷笑 想起来钱是这个时候 我不同意替婚 黄振竟然把我反锁在休息室 让李佳佳代替我出嫁 事发之后 她又哭哭啼啼地说 是为我的名声着想 李佳佳也跪着道歉 说自己只是想帮忙 而且刚大四毕业 还想攒钱独眼 也不容易云云 加上公公婆婆和黄振开的轮番劝说 他们一个半白脸 一个半红脸 脸红带片地 让我轻轻放下了这件事 我虽继承了巨额财富 又是企业老总 但爸妈早年双双失事 我是真的把公公婆婆 当成了自己父母 这才会这么容易被他们拿捏 只可惜 我样样想着黄家人 还给黄莹这些亲戚安排工作 到最后 他们竟然吃里扒外 帮着李佳佳登堂入室 爬上黄振开的床 甚至到最后 丧心病狂得给我投毒 硬生生让我死在家里 而他们却继承了我的巨额遗产 过得风生水起 想到这里 我恨得双眼心红 在看向舞台上相当登队的年轻男女时 眼里满是彻骨的寒意 李佳佳不是费尽心思想嫁给黄振开吗 那就让他去嫁 反正现在的他根本不清楚 真正的豪门 其实是我 儿媳都换了一个 也没影响黄振开父母的好性质 他们轮流站上舞台发言 像是根本没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我们儿子是整个村里最优秀的孩子 说是文曲星在世也不过分 从大学毕业后他就在创业 现在年纪轻轻 就当了家福集团的老总 我们两个想想都觉得欣慰 现在他也娶上媳妇了 我和他爸忠心地祝他前途顺利 婚姻幸福 听到这话 李佳佳竟然恬不知耻地默认了下来 还一脸感动地主动走上前 搀扶眼含热泪的二老 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女儿 我一定会跟郑开哥好好过日子的 早点给皇家开支赛业 好 底下皇家的亲戚们兴奋地鼓掌叫好 很满意这个董事的心腹 那边许家的亲戚朋友 则是一脸便秘的表情 都是上流社会的体面人 大家干不出闹事怒骂的行径 但不影响他们觉得这场婚礼称得上离谱 尤其有相熟的人家已经认出来了 李佳佳就是刚来我家不久的保姆 婚宴开始后 保姆代替女主人上台结婚 还得到了公婆的认可 简直荒谬 受不了那一家虚伪至极的面孔 我直接提前回去了 顺便还安排好了私家侦探 提前去查李佳佳的事 连带着这场可笑的婚礼 我都发了声明 新娘是李佳佳 跟我许家音毫无关系 等到深夜 黄富财喝得醉熏熏地 被黄振开拂进来 我儿今天结婚 我高兴多喝点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你这是乐晕头了 黄母一脸担心得看着她 但脸上分明挂着满意的笑 见我一脸冷色地坐在客厅 黄振开脸色一正 慢慢变得心虚起来 黄母倒不觉得有什么 她熟练地吩咐道 还不赶紧给你爸倒杯水 都嫁进我们皇家了 怎么这么没眼力见 我抬头 不自觉失笑 又不是我参加的婚礼 你想喝着李佳佳给你倒啊 没想到她马上发了火 人家佳佳那是帮你的忙 甚至还在后面帮我们招呼宾客 反倒是你 那么多亲戚都在 你不打声招呼 说走就走 真是没规矩 婆婆一脸刻薄 眼角眉梢都是理所应当 还真把我看乐了 不是 我给你们几分脸 你们还真当我好欺负 黄振开都把小三带到婚礼上了 那时候 你们口口声声 娶了个好儿媳 现在又想起我了 怎么 现在是老年痴呆 出门就忘 许佳音 你说的是什么话 给我妈道歉 黄振开难得支棱了一回 红着脸冲我怒吼 就在这时 李佳佳猛地冲了进来 看见黄母气的胸口不停起伏 她连忙上去安抚 妈您这是怎么了 别生气啊 一切以身体为重 您的身体多金贵啊 不能为了个不值得的人生 这么大气 说完 她看了一眼厂商的架势 竟理所应当地 使唤起了家里的佣人 都处在这里干什么 没看见老夫人都气成这样了 还不赶紧拿把椅子过来 要你们有什么用 主子都被这个女人 指着鼻子骂了 还傻站着 待会儿我让郑开哥 把你们都辞退 我看得大为惊奇 现在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跟今天中午可大不相同了 应该是因为 昨天格外顺利 她再也不想装了 气到失笑 我挑了挑眉问她 你在命令谁 一个小保姆 也有资格在我面前装主人 李佳佳丝毫不让 至少比你有资格 今天所有人都看见了 是我跟郑开哥结的婚 我才是她明面上的妻子 你算什么东西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一个靠着郑开哥的拜金女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拿桥 我知道你们还没领证 至少我有明面上的婚礼 你有什么 你才是那个小三 她说的质地有声 眼里是满满的得意与野心 连我都对她的不要脸叹为观止 甚至抬手啪啪 为她鼓了几下掌 跟黄莹勾搭城间 偷了我的婚纱 代替我出嫁 现在又跑过来 冲我要武扬威 李佳佳 你是不是以为 所有人都是傻子 看不出你是什么算计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让我想想 你该不会是在跟黄莹一起商量 怎么处理偷走的婚纱吧 我指出了他们的算计 李佳佳脸色煞白 恼羞成怒地冲着我扑上来 胡说八道 你这是诽谤 我撕烂你的嘴 在郑开哥的家里欺负人 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 他满脸猙獰 竟想对我动手 下意识地 我抬手就把李佳佳推开 没想到他竟捂着肚子 猛地摔倒在地上 再抬头 已经哭得满脸是泪 郑开哥 我本想过来好好跟许小姐道歉的 没想到他看不起我是农村人 竟然羞辱我偷了他的婚纱 有钱也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呀 更何况我的肚子里 已经有你的宝宝了 呜呜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我今天晚上绝对不会过来 我一愣 不可思议得看着李佳佳的肚子 重生的小蝴蝶力量这样强大吗 前世他可没来这处 胳膊猛地一通 是婆婆凑了上来把我扯开 她的手力道极大 恼怒地瞪了我一眼后 马上喜笑颜开地把李佳佳扶了起来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们一家就是农村人 我看谁敢看不起你 黄振开地严重闪过一抹喜意 在看向我后又转为了心虚 他色力内忍地站在李佳佳身边 再生气你也不能出手伤人啊 万一伤到佳佳怎么办 李佳佳马上缩在他怀里 养着头一脸梨花带雨 震开歌 我没想让你负责 之前那晚我知道只是意外 但现在查出来有了身孕 我也实在是没办法 你知道的 我家里那个情况知道我未婚先运能打死我 呜呜 我知道你已经有了许小姐了 一定看不上我 但你这么优秀这么温柔 除了找你帮忙 我真的不知道能去找谁 不怪你 这都是天意 黄振开一脸感动地看着美人 两人看起来倒是狼情怯意好不般配 我再也受不了了 直接冲上去 他的一声甩了黄振开一耳光 把他打得侧过身去 你有没有搞错 自己在外面睡得小三岭进家里来当小保姆 他来我这里工作才一个月 肚子就能查出来怀孕了 你们早就偷情滚在一起了吧 全家拿我当傻子哄 黄振开还没说什么 婆婆就一脸刻薄暴怒地冲上来 她插着腰把黄振开护在身后 指着我的脸破口大骂 你凭什么打人 一天天忙你那个破工作 让你备孕也不好好听 要不是你不听话 动不动在我儿子面前耍大小姐脾气 她怎么可能会去喝酒 怎么可能遇上家家 这本就是你的错 公公也恼怒地瞪着我 甚至突然冲上前 反手就甩了我一个耳光 打得我脑海一片空白 嫁人就要有嫁人的样子 不就是多了个孩子吗 我们皇家又不是养不起 男人是天 女人是地 你连自己丈夫都敢打 还有没有规矩了 没爹没妈就是教养不行 你要守不了我皇家的规矩 就给我滚 黄振开眼见着我挨打 但眸光一闪 竟然躲在爸妈身后 没吭声 哎呀别打了 许小姐没有父母 不懂规矩 也是能理解的 以后我一定好好教教她 李家家窝在黄振开怀里 阴阳怪气 眼中满是得意 脸上火辣辣的痛 仰头看着前面几个人 蛮横得意的模样 我怒急失笑 也怨我 是我之前给他们脸了 才把这一家白眼狼 灌成这个样子 也是我渴望那点廉价的亲情 对他们予取予求 态度卑微 所以连自家保镖 都不敢擅自上前 这么久了 我给黄振开掏钱掏房子 价值百万的名车 送了一辆又一辆 就连皇父皇母生病作妖 我都念着黄振开的面子 在一旁熬了几个通宵照顾他们 我是真拿他们当家人 结果到头来就这么对我 气得浑身发颤 我扶着庸人的手起身 冲着一脸得瑟的几人 一字一顿 既然你们一家这么同仇敌忐 那就从我的别墅里滚出去 一个上门女婿 还真以为自己是好人物了 多大的脸 对上李佳佳不可思议的脸 我冲保镖冷笑示意 来人 把他们个打十个耳光 然后连人带行李 全给我扔出去 李佳佳几乎贪倒在 黄振开怀里大叫 这不是黄家吗 你凭什么感人 在这以前 知道黄振开自尊心很强 我从没有说得这么直白 现在可不一样了 我冷然一笑 房子是我买的 工作是我给他的 整个黄家人都靠着我吃喝 不是上门女婿是什么 也是我给你们一家脸了 才让你们觉得 能把我当傻子耍是不是 见我彻底动了 怒要赶人 黄母气地指着我破口大骂 婚都结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哪有把丈夫一家 都赶出去的媳妇 你还要不要脸 都这时候了 还跟我扯媳妇那套 我直接指着李家家冷笑 今天跟黄振开结婚的是我吗 你们的媳妇明明在这 跟我有什么关系 说一出口 黄父黄母的脸色 像是吞了苍蝇 黄振开倒生气了 他脸色战红地站出来威胁 许家音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什么时候当上门女婿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跟我道歉我 还能原谅你一次 否则我就离职 到时候看公司怎么运转 他倒难得支棱了一次 可惜 就连公司都是我看他 眼巴巴瞅着别的高管 所以赏给他的 他还真以为自己 是什么旷市奇才不成 吃笑一声 我盯着黄振开一字一顿 我偏不道歉 那你请你滚吧 以后公司你也别去了 你凭什么把振开歌辞退 不准 李家家在旁边尖叫 黄振开的脸色满是不甘和屈辱 而后把李家家拦在身后 赌气道 我不当家福的老总 是他的损失 在别的公司 我一样能大展拳脚 家家 我们走 还挺有骨气 我挑了挑眉 站住 你还有什么事 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 还有十个巴掌呢 我挑了挑眉 冲旁边蠢蠢欲动的保镖示意 而后抬腿便走 把身后男女老少的尖叫 和唾骂声甩在身后 那天黄家人在别墅门口 被保安结结实实地 打了十个巴掌 在上流圈子丢尽了脸 尤其是李家家 幻想中的豪门没有着落 反而在人家门口 被打成了猪头 她呕得简直要吐血 不止于此 既然黄家人 已经被我赶出去了 那些哥哥妹妹 尤其是表妹黄盈泉 都被我从集团辞退 吃里扒外的东西 我不需要 一开始 黄振开租了个大平层 安置父母和李家家 立下雄心壮志说靠自己 也能让一家人过上好生活 但我早就在外公布了 自己是单身 跟黄振开根本没关系 私下里则把他全行业拉黑 那天参加婚宴的 有不少同行的亲友 婚宴上那么离谱的事 加上我发了声明 长眼睛的都知道 我跟黄振开的婚事出了问题 就在黄家父母 一脸感动地认下 新儿媳时 京市的商圈 早就没了他们的立足之地 当然 也就没人要黄振开 按私家侦探调查的信息 李家家是在半年前 偶遇黄振开的 那时我跟黄振开感情正好 驾值千万的车子 各种名表首饰 全都认他用 李家家看着黄家人 一派豪门打扮 竟然动了歪心思 透过黄赢的关系 在黄振开醉酒后 摸上了他的床 每人主动送上门 后者居然也就这么 半推半就地迎合了 可恨的是 当初李家家是主动送上门 要来当小保姆的 念着是老乡皇父皇母 还跟着劝了我两句 当时他们应该早就知道 李家家跟黄振开 有一腿了吧 甚至这两个人 不知道背着我在别墅里 滚了什么次 所以后面李家家换嫁 他们才会接受得那么自然 什么年代了 还在这玩两女侍奉一男的把戏 这家人不会想着 黄振开能坐享其人之福吧 想到这里 我恶心地 简直要把隔夜饭吐出来 直接决定连夜搬回老宅去住 顺便打电话给那两人找点麻烦 和善的时间久了 恐怕那家人已经忘记 我才是跺跺脚 就能让京市斗 三斗的真豪门 黄振开当高管的美好愿景 完全破灭了 因为我的话 根本没有一家公司肯要它 手上的几万块花完后 他们没了收入 只能灰溜溜地 退掉大平层 搬进了普通小区 最后靠卖掉订婚戒指 拿到的钱勉强度日 但由收入减难 皇父皇母早就适应了 在别墅里要舞扬威的日子 天天要吃鲍鱼海参 现在让他们吃青州小菜 这对老夫妻根本就不愿意 更别提野心勃勃的李佳佳了 她跟黄振开在一起 是要当豪门贵妇的 怎么可能愿意过普通人的生活 这样一家人在一起 没多久就开始起冲突 李佳佳埋怨黄家人 没钱装阔骗了她 皇父皇母 则耍起了长辈的威风 动不动就让李佳佳做饭洗衣 伺候一家老小 黄振开除了找工作以外 回到家里就是一场大仗 左右为难她哪边都处理不了 看着私家侦探拍下来 皇家鸡飞狗跳的生活 我笑得前仰后合 不忘吩咐助理再添一把火 给李佳佳加点料 她不是校园女神吗 得让她的同学都知道 女神现在的近况啊 我笑得不怀好意 李佳佳的确是校园女神 从一开始 她的目标就很明确 趁着自己年轻貌美 找个有钱小开 跃升阶级 大学之后 她在学校谈了几个有钱的男友 生活质量相当不错 也是实习时看到 黄振开出手不菲 又是老乡 这才动了歪心思 想尽我家当小保姆 进水楼台先得月 没成想到现在才发现 皇家人就是穷光蛋 有人把婚礼的照片发到网上 在校园里引起震动 面对同学们络绎不绝的询问 李佳佳只能咬牙韧下 女神变少妇 她再也没法再回头找前男友 日子本就过得稀巴烂 亲妈还带着弟弟找上门撒泼 李佳佳本想好好解释 但亲妈上去就给了她一个耳光 打得她头脑嗡鸣 你一个黄花闺女就这么莫名其妙 留在皇家了 那婚礼我都没去 你个死妮子还要脸吗 我告诉你 你弟弟还等着娶媳妇 今天你非得把彩礼五十万给我 否则我就不走了 我还要告你老公强奸 强什么奸 那是你闺女自己送上门来的 怪我们振开干什么 肚子都怀了 这彩礼不能给 一听要钱 皇母马上成了斗鸡 着急地红了眼 黄振开欲试就躲 这次又结结巴巴地缩在一旁 说不出话来 又是丢脸又是着急 李佳佳哄着眼圈安抚亲妈 到最后 她突然像反应过来似的 满脸阴质地质问母子俩 老佳那么远 到底是谁跟你说了我结婚的事 又是谁把我现在的地址告诉了你 看着视频里 李佳佳愤怒到丈红的脸 我挑了挑眉 还不算太蠢 至少能反应过来 果然 在听到亲妈偷拍的我助理的照片后 李佳佳彻底疯狂了 她哆嗦着给我打了电话 声音咬牙切齿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对不对 是你放话让郑开哥找不到工作 是你在校园网里 发了我结婚怀孕的帖子 也是你亲自把我妈引到京市来 让她来找我麻烦是不是 我轻笑了一声 是我呀 你该不会以为又是当小三 又是毁了我静心策划的婚礼 只是十个耳光就能抹平一切吧 李佳佳的呼吸声逐渐粗重 这才哪到哪 我不仅能把你的生活打得一团乱 让你们这些人一辈子 窝在下水到过穷人的日子 还能掐断你的保研申请 甚至让你毕不了业 信吗 李佳佳尖叫出声 许佳音这是违法的 你敢 当然敢了 我只是在你们学校 把你当小三的事告诉大家而已 又没有出手拦住你的保研申请 不过恐怕即便我不出手 也没有学校敢要你这样 品行低劣的学生吧 李佳佳 准备好迎接我送你的礼物吧 说完我就冷笑着挂断了电话 前世李佳佳可是狠心到害死我的性命 如今我毁他 前程算什么 到这一步 我倒真的希望李佳佳能坚强一点 毕竟我准备的招数都还没用 他这么快就被打趴下 也怪无趣的 出乎我意料的是 那天打完电话之后 李佳佳就老实了许多 不仅把自己亲妈安抚回老家 说现在已经结婚会铁了心跟着黄振开 而且还对黄父黄母处处忍让 并且耐心劝黄振开 先随便找个公司先上班 毕竟要为孩子考虑 看着就是个贤妻良母 这一番操作把黄振开感动得够呛 发誓以后一定会对李佳佳好 就连刻薄的黄父黄母也开始体谅 这个贴心的儿媳 不再叫嚷着非要吃什么燕窝鱼翅 看起来一家人的生活已经迈入了正轨 马上就要过得风生水起 可我的四家侦探竟然查出来 李佳佳背地里联系好了打胎的私人诊所 而且没过多久 他居然跟黄振开的新上司王总滚到一起 甚至还是黄振开亲自签的线 知道这事的时候 我简直笑掉了大牙 恐怕黄振开自己都不知道 李佳佳已经给他戴了绿帽子吧 我不仅感慨 李佳佳还真有股狠劲 四个月的孩子说打就打 老公不行马上就勾上了汽车公司的老总 没过多久 李佳佳又开始名牌衣服包包上身了 就连学校也有了眉目 老总出钱送他留学 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 我也反应过来了 李佳佳这样恐怕是看准了黄家人没出息 所以想跑路了 这怎么能行呢 他欠我的还没还 我怎么舍得就这么让他远走高飞 略意私存 当天晚上我就开着豪车 出现在李佳佳面前 那时他正在店里 犹豫要不要拿下那只古董水桶包 我走到他身边 直接掏出了自己的至尊黑卡 递给导购 这包我要了 给我包起来吧 看见是我 李佳佳脸色一变 勉强挺起胸膛 这明明是我先看中的 我摘下墨镜挑了挑眉 那又怎样 我是这家店的用户 你才买过几个包 有资格跟我抢 围着他上下打量了一圈 我不怀好意地嘖嘖称奇 跟着黄振开那么久 你身上的穷酸气都也变重了 看你的手都粗了 身上的衣服也是前两年的款 怎么 手上没钱 我故意装作不知 李佳佳恼怒得看着我 随后得意一笑 你还不知道吧 我马上要出国留学了 你再怎么威胁 我也没用 我不吃你这套 我直接呵呵一笑 穷人就是穷人 你不会以为去留学 就能改头换面了吧 回来之后 还不是要给我打工 当初我随手送给黄振开的车 都是上千万的限量款 更别提钻石手表袖扣这些了 现在都堆在别墅里没人用 你有什么 李佳佳 承认吧 你就是穷人的命 不管怎么折腾 一辈子都要被我踩在脚下 眼角余光扫过李佳佳 张红的脸 我顺手接过导购 弯腰递来的包包 转身便出了门 扎心吧 生气吧 我勾唇一笑 李佳佳 你最好真能气到失去理智 毕竟 人只有彻底失去理智 才会走向毁灭 回到家里 我特意跟李佳佳的金主打了招呼 让他多善待李佳佳 给足他安全感 毕竟只有这样 李佳佳动起手来 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果然 每两天 我就发现 之前买下的婚房里有动静 安保系统显示 有人闯了进来 打开线上监控 我很容易就发现了 皇父皇母的身影 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这是被眼红的李佳佳 窜多着过来偷东西的 第一天 管家就来报 丢了几个钻石袖扣 以为我没发现 也是过够了拮据的生活 皇父皇母的胆子越来越大 慢慢连上百万的钻石手链都敢碰 我只在旁边冷眼旁观 并不阻拦 与此同时 网上竟然出现了一条曝光我的新闻 而且迅速被顶上热搜 上面是一张我和助理疑似拥抱的照片 配文十分炸裂 女富豪使乱中气 竟然逼我当街盘侠 发帖人就是李佳佳 他在上面发长文哭诉 我本是即将保研的大四学生 想找个保姆的兼职 做一座攒学费 没想到我的雇主许佳音 把自己的未婚夫当作玩物 后来又出轨了助理徐凯 为甩掉未婚夫 他在婚礼上竟然逼我这个小保姆替嫁当街盘侠 她是有权有势的女霸总 我只是来自农村的普通女孩 哪敢拒绝她 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一场乌龙 婚礼之后就没事了 没想到女霸总非逼着我去给她的未婚夫当妻子 还把我已婚的消息发到学校 我还是个学生啊 就因为这件事前途近毁 许佳音 你以为有钱就能一手遮天吗 她说的振振有词 作证就是婚礼上的替嫁乌龙 以及后面她在别墅外被保镖打到红肿的脸颊 黄盈也趁机站了出来 以伴娘的身份作证 是我仗势妻人逼李家家替嫁 就这么毁了她的人生 我本来不想站出来 但实在抵不过良心的谴责 难道女富豪就能这么坑人吗 这个世道还有没有王法 他们两个一唱一和 把一个被有钱人迫害的无辜女生形象表达得淋漓尽致 相反 我就被描述成了仗势欺人的无耻富豪 整个新闻逻辑通顺情况炸裂 很快就引起了全网关注 吃瓜群众们看得目瞪口呆 以前只听说过男富豪使乱中气 女富豪还是第一次见 够新鲜的 有钱人都那样 也不分男女 只可怜这个女学生就这么被迫当了接盘侠 原本那个未婚夫也够可怜啊 莫名其妙媳妇换了一个 估计碍于富豪的权势也不敢吭声 咱们一定得支持这个女生 否则我真怕她出了什么事 你们看她的脸被打的 这富豪好狠的心 二十一世纪了居然还有这种事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无耻之徒 社会风气才会乱成这样 我们必须伸张正义 不过几个小时 新闻就在网上爆开 当初那场婚礼 也被键盘侠们扒了出来 李佳佳穿着廉价礼服 含羞待怯的模样 被网友理解成了害怕的战战兢兢 不少知情人趁机出来作证 许家印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 平时就对下人非打即骂 性格非常傲慢 她早就出轨了 但又不想承担道德压力 就逼着小保姆替架 身后还要甩锅给未婚夫一家 你们不知道吧 她直接让未婚夫一家净身出户了 一毛钱都没给人家留 罪毒不过妇人心啊 未婚夫被赶走 李佳佳被毁掉人生 只有她跟着自己的助理小三 潇洒快活 这事到早就没有天理了 所有的证据似乎直接坐实了 新闻里我始乱中气 仗是欺人的事 网上直接炸了锅 许佳音当代周八皮 许佳音要向所有人道歉 抵制无良富豪 这些词条迅速冲上热搜 许凯急得马上就给我打电话 不是许总 那只是我在低头跟你说话的照片呢 连借位都算不上 怎么我就成你的小三儿了 你可得还我一个清白 我女朋友看见了 说我不守难得 现在正跟我闹呢 我轻笑一声 给你家工资当弥补 两倍 好嘞 她力索地退下 转头就帮我联系了相关律师 新闻爆发的速度太快 黄家人还没反应过来 看了一眼监控里 黄父黄母溜进别墅的身影 我直接在网上反手开启了直播 甚至还爱特了李佳佳和黄莹一起观看 不就是打舆论战吗 又不是只有他们才会这招女富豪替价的事热度正高 视频里马上就涌进了无数网友 我就是家福的老总 也就是你们口中仗势欺人逼人替价的许佳音 我刚一开口 但默就里全是骂我的话 你还有脸开直播 李佳佳都被你害成什么样了 就是 无良商人必须向李佳佳道歉 女爸总就能毁掉别人的人生吗 黑心商人不得好死 看得冷笑连连 我索性直接把镜头对准了 屏幕中鬼鬼祟祟偷东西的两位老人 网友们看到了吗 这里面偷东西的是我的前公公婆婆 也就是黄振开的父母 弹幕停了一瞬 我贴心地把监控视频放大让他们看清楚 里面黄父黄母正把我之前送给黄振开的钻石手表 一条条拿出来放进随身带的包里 顺便咬牙切齿地唾骂道 许佳音那个小仓妇 不就是给她戴了绿帽子 有了小三儿吗 至于把我们赶尽杀绝 振开之前可是家福的老总 现在居然当了苦哈哈的销售 要不是家家给咱出主意过来偷东西 这日子根本没法过 他们的眼神复杂 不约而同地叹口气 话说回来 要知道许佳音做得这么绝 当初我就不该同意让李佳佳借着肚子替架 谁想到许佳音眼里揉不了一粒沙子 居然连振开都不要了 话里的信息量巨大 未免网友弄不清楚 我还笑咪咪地解释道 各位看懂了吗 我跟黄振开在一起时 李佳佳就是个小三 为了钱 他支三当三跟黄振开滚到一起 还偷走我的婚纱 代替我出嫁 事后更是挺着运渡 要上门逼宫 画面一转 我打开电脑屏幕 把当初在酒店预留的监控 翻出来给他们看 上面李佳佳和黄莹正凑在一起 紧张地搬着婚纱 这么多钻 这一套得多少钱啊 许佳音说过 好像要八百多万 两人对视了一眼 眼里均闪过贪婪的光 随后李佳佳提议道 反正计划已经顺利实施了 许佳音那个蠢货什么都没发现 不然这条裙子我们卖掉吧 怎么也得值上百万了 两人眼神交换 迅速达成了共识 一起把婚纱搬了出去 事已至此 时间已经全部明晰 弹幕现在满屏万号 网友好像都被这不断反转的消息 冲猛了 我直视着弹幕 就像看着屏幕后 无数网友的眼睛 声音一字一顿 有钱不一定就是过错方 当初我把黄振开当作 未来伴侣 又是给他买车买表 又是把他爸妈 从农村接过来享福 可他是怎么对我的呢 他背着我装打款出轨 让小三替我结婚 甚至帮着小三上门逼宫 是我给他们脸了 才让这几个人踩在我头上 甚至还敢捏造谣言 想给我扣黑锅 现在我就要报警 而且还要把这些人 全部告上法庭 李佳佳 我们警局见 在数万网友的见证下 当天下午 我就递交了证明材料 并且请了最好的律师 帮我打官司 价值八百万的钻石婚纱 皇父皇母盗窃的各种珠宝首饰 甚至是黄振开 背着我卖掉的订婚戒指 数额足够巨大 每个人都逃不掉 在全网关注和我的示意下 警方的动作很快 他们上门的时候 皇父皇母 甚至还在别墅里没出来 罪证也被当场缴获 被警察当场抓住 劳两口一开始还漫不经心 甚至不甘地冲着警察破口大骂 这是我儿媳妇送给我儿子的东西 我们拿自己儿子的东西犯了什么法 你们这是擅闯民宅 给我滚出去 警方直接表示 许佳音女士根本就没跟黄振开领证 就连婚礼上跟黄振开结婚的也不是她 你们现在这种行为属于偷盗 而且涉嫌金额巨大 如果没有许女士的谅解 这些金额足够你们判刑 劳两口拼命挣扎 到最后还是跟被警察带走了 在警局里 黄振开已经等在那里 到现在她还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等一家三口一起看了网上的视频 脸色都变得异常难看 黄母一拍桌子指着李家家就骂 你在网上胡说些什么 你这是毁了我们一大家子 早知道你是个贱人 我根本就不让你进我们黄家的门 被喷了一脸腥臭的唾沫 李家家不甘示弱 你黄家本来就不什么好东西 儿子是吃软饭的妈宝男 爹妈又跑到别人家里偷东西 哪有资格说我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早把孩子打了 还给自己找了下家 你们要赔钱就赔 我就在这等律师过来辩护 反正我没事 说完他就要从审讯室离开 黄振开直接红着眼扑了上去 表情激动到疯狂 你什么意思 我们的孩子呢 月份太小 李家家又一向先寿 直到现在黄家人都没发现 李家家竟然不知何时打了胎 李家家催了一口 眼神阴毒 什么孩子 我只会给富豪生孩子 当初是你骗了我 一个软饭男还敢在我面前装富豪 否则我怎么可能被许家阴报复 怎么可能现在跟着王总 这都是你们一家欠我的 啪的一声 黄振开竟然甩了李家家 一个响亮的耳光 跟他在谈判时撕打起来 丑女人 你也敢给我戴绿帽子 我杀了你 你能拿我怎么样 没用的玩意 实话告诉你 我不仅给你戴绿帽子 肩夫还是你的老板王总 这都是你活该 贱人 今天我非得替我儿子清理门户 看着里面狗咬狗的一出大戏 我乐得前仰后合 沸沸扬扬的女富豪替价新闻 迎来了堪称荒谬的结局 苦主李家家居然是无耻至极的败金女 黄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知道了几人已经被抓进警局后 网友彻底惊掉了大雅 许总就是刚说报警还真把他们都抓走了 那些人也是活该 简直谎话连篇 我为一开始骂过许总道歉 我死也没想到真相居然是这样的 道歉 是我们刻板印象了 事实证明 不管是李家家还是黄家人都不是个东西 许总报复他们是理所应当 只是打几个巴掌算什么 要放我身上 我能撕烂他们的嘴 不管怎么说 舆论已经完全反转 家福在这场舆论风波中全身而退 甚至吸了一波同情粉 销售额更上一层楼 至于李家家心心念念的王总 我早就跟他通了电话 两人达成了友好合作 一个小金丝雀而已 根本不值得他得罪家福这样的庞然大物 所以李家家注定要失望了 期待的留学生活也泡了汤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在警局里又哭又叫 看着我的眼神仿佛脆了毒 许家音 这一切都是你故意的 你在耍我 我诅咒你 不得好死 话音未落 黄振开就扯开他冲了上来 最近发生的事 把他折腾得神情憔悴 以往还算入眼的俊秀外貌 也像瞬间老了十岁 看我光鲜亮丽的样子 他的表情复杂 随后音切地说道 家音 你知道的吧 替嫁的事我是真的不知情 这都是李家家跟我爸妈串通好的 你就我一把好不好 这对你来说很容易对不对 只要你帮我这一次 出去之后我们就能重新开始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我直接吃笑了一声 难道当初跟李家家滚成一团你也不知情 算了吧 黄振开 你就是个躲在女人后面的伪君子 李家家你睡了 你爸妈偷东西卖的钱你也享受了 现在跟我装什么无辜 我拿起车钥匙站起身 好好反省吧 敢背叛我 一辈子生活在贫苦和悔恨里 就是你的结局 审判那天 因为我拒不和解 加上金额巨大 他们几人全都按照最高量刑 黄父黄母因盗窃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黄振开和黄赢两年 李家家反倒量刑最重 因为侵犯他人财物 加上造谣诽谤恕罪并罚 最后判了五年 肉眼可见 他们的人生已经彻底毁了 而我的心生才刚刚开始 故事二和江川地下恋情三年 他和白月光藕断丝连 聚会上玩真心话 问他最爱的人是谁 江川写下白月光的名字 事后我问他为什么 他散漫一笑 你是矿泉水 烟烟是烈酒 我会和你度过余生 但我的心是属于他的 江川抛下我 亲自送许烟回家 他前脚刚走 太子爷便勾上我的腰 他吻上我的耳 嗓音低哑 悠悠 他不喜欢泉水 不如让给我喝 许烟获得兰岗市最美小姐称号后 江川第一时间为他祖局庆祝 圈子里的人卑卑仙境许烟 言语间恭敬钦佩 江少坐在他身侧 搂着他的腰 看向他的目光 仿佛在看一件艺术品 我默默端起酒杯 外界谁也不会知道 我才是江川的女朋友 虽然是地下恋情 但我们的关系 江川圈子里 人尽皆知 此刻 少爷小姐们 玩味地看着我 他们小声嘀咕 唐婉忧可真能忍啊 呵 可不是吗 为了嫁进几近豪门 真是拼命 其中一位看热闹 不嫌是大 他拿出几个头子 提议道 光喝没意思啊 我们玩游戏吧 输了的人 真心话道冒险 玩点大的 敢吗 众人欢呼着同意 第一局 江川便输了 他无所谓地 靠在沙发上 模样慵懒 随便问 兄弟对视一眼 坏笑道 江哥桃花那么多 最爱的一位是谁呀 必须写下名字哦 他们把纸笔 推到江川身前 江川接过笔 毫不犹豫地 在白纸上写下名字 字迹飘逸洒脱 利透纸背 众人定睛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字 许焉 许焉微笑着端起酒杯 默契地和江川碰杯 朋友们向他们送上 祝福的目光 随后 他们朝我投来玩味的视线 我轻轻捏着裙脚 浑身发冷 脑子满是江川 对我承诺的模样 他曾说 他只会喜欢我 当初 江川追我追得疯狂 为我花钱如流水 购置上千万的珠宝 可在我答应他以后 他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 内容是 我们必须保持地下恋情 这些我都不介意 认识他时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背景 我只是单纯喜欢他这个人 喜欢他的肆意洒脱 我不在乎他不公开 也不在乎他朋友的眼光 但我在乎他是否忠诚 即使今天他写下许焉的名字 我还是傻傻地想要一个答案 想亲口问他 于是在聚会散场后 我拿着那张白纸挡在他身前 江川修长的指尖夹着根烟 烟雾弥散 江川的视线从许焉的背影落回我脸上 他微醺的脸庞 精致好看 只是面对我 多了几分不耐烦 江川补偿般掏出一张卡 塞进我的手中 我今天没空陪你 拿去买点喜欢的东西吧 我像被打发的宠物 连要求的资格都没有 可这次我没有作罢 拉住他的袖子 我定定看向江川的眼眸 执着地问 为什么 你的女朋友不是我吗 为什么写她的名字 江川深邃的眸看向我 他散漫一笑 话音残忍 你是矿泉水 烟烟是烈酒 我会和你度过余生 但我的心是属于他的 我的眼眶瞬间湿润 手指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 卡被我塞回他手里 江哥 你这样对我很不公平 感情不是儿戏 如果你不喜欢我 我宁愿分开 江川眉梢一条 并未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横竖不管他怎么胡来 最后我都会原谅他 这一次他也这么以为 江川无所谓地 把卡塞回钱包 语气带着高傲 悠悠 我还是喜欢你乖一点 这次就算了 下次别再任性 说完 他快步赶上走廊尽头的许焉 许焉看向我 露出一丝挑衅的微笑 两人挽着手臂 消失在电梯里 我浑身脱力般 靠在墙边 像一棵被砍伐的树 狼狈地栽倒在地 刚想支撑起身子 却感觉一只温热的 手环上我的腰 身体瞬间紧绷起来 我回眸 撞进一双深邃的眼眸 是傅景前 全是滔天的港圈太子爷 傅景前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这妖巧 又遇见了 他吻上我的耳 嗓音低哑 悠悠 他不喜欢泉水 不如让给我喝 我心中一紧 早知道惹上他没好事 一个月前 江川举办蒙面派对 情侣游戏中 我错把太子爷认成江少 当时规则是两人不能说话 认出对方后 用一切不予举的手段 让对方发出声音就算赢 当时我还震惊于江川辽波人的功力 我紧抿着唇 不让自己发出声响 可对方却步步紧逼 单手扣住我的腰 咬上我的左耳 粗重的呼吸 在耳畔游走 我终于败下阵来 低声讨饶 我 我认输 男人轻笑一声 这么乖的女孩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愣住 才发现眼前之人 根本不是江川 我立刻离席 并产生了巨大愧疚 虽然事后 江川坦诚告诉我 他也认错了人 可这样和陌生人近距离接触 还是让我心有不适 而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 那晚的男人盯上了我 从旁人口中得知 他叫傅景前 知名企业家 顶级投资人 豪门世家 富家的长孙 一系列头衔 让我在接收到他短信的那刻 无比震惊 傅景前第一条短信 便隐含暗示 那晚是个难忘的夜 很高兴认识你 悠悠 我的心猛的一跳 他怎么知道 我手机号的 好友知道后 无嘴惊呼 傅景前 那你可不能不回 他是我们集团老总啊 我这才后知后觉知道 自己所处分公司 隶属傅家旗下 于是我只能尽量保持礼貌和疏离 但这位太子爷 似乎没有要保持距离的觉悟 傅景前肆意地侵占我的私人空间 每天按时给我发信息 虽然难办了些 但好在我们的生活 隔了十万八千里 谁知 今天却遇上了 傅景前人脉广 我们包厢里发生的事 他一清二楚 男友给自己难堪的事 被人知晓 我心里很不堪 我咬唇 试图掰开他的手 傅景前从小练散打 他轻轻一勾 我便又栽倒在他怀里 他强迫我面对着他 我刚想继续挣脱 却感觉脚下一软 傅景前凑近我的唇 闻到了一股酒香 他抵住我的额头 乖乖 你似乎喝了不该喝的东西 你知道喝艳遇 是什么意思吗 我感到头晕目眩 失去意识之前 我想起 方才许焉 曾给我倒过一杯 颜色鲜艳的酒 大概就是傅景前 所说的艳遇 我口干舌燥 双眼迷离地靠在他怀里 我好渴 我想喝水 傅景前将我打横抱起 他声音低哑 我会满足你一切要求 只是你要付出一点代价 很快 我就知道代价是什么了 一夜无眠 再次睁眼 我浑身酸软无比 傅景前将我牢牢固在怀里 肌肤相贴 昨夜的片段 从头脑冒出 一寸寸荒诞疤疯狂的梦 让我无地自容 我猛地推开眼前的男人 傅景前也醒了 他支起身子 饶有兴慰地看我 怎么 做了又不认 不想对我负责 我语无伦次导 不是 这也不是我的错 关键是 我有男朋友 傅景前的模样 生得蛊惑 他唇角勾起一抹糊度 那你借不介意换一个 昨晚疯狂的记忆告诉我 最好别对傅景前 这个疯子说不 我换好衣服 逃命搬出了套房 酒店楼下 我打电话给江川 对方许久才接听 喂 江川声陷慵懒 显然是还没起床 我还未说话 那边传来清晰的亲吻声 许焉娇媚的撒娇 干什么不让人家 倾听到许焉的声音 很奇妙 我第一次产生 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我坦诚道 江哥 我想见你 此时此刻 只有他在我身边 才能让我有安全感 才能让我 坠坠不安的心中回镇定 江川不满地 择了一声 你就为了这种事 大早上打电话给我 悠悠 你要是很闲 不如回别墅 帮我遛狗 她很快挂了电话 我打车回了别墅 刚到家门口 一排黑衣人站着 朝我问好 唐小姐好 我们是集团总部 来给老员工发放福利的 您抽中了员工别墅一栋 今天我们特意来帮您搬家 我在部门 兢兢业业五年 几次升职 都因没有背景而错过 这种好事 居然轮得到我 两小时后 我站在新房前发呆 还没反应过来 这群人就已经把我的物品收拾好了 晚上 傅景前也搬了进来 看见我第一句话 他笑意明朗 你好啊 室友 你也抽中公司别墅了 我彻底明白过来 是你安排的 傅景前坐在沙发上 毫不掩饰到 是啊 你不愿负责 我还不能亲自讨债吗 下午公司通知已经下来了 上司在视频里 一脸欣慰地告诉我要好好珍惜 说是公司难得回馈 无需推脱 住别墅 我是很乐意的 但也没说 还有个室友啊 好在傅景前没有余局 他事务繁忙 我们只在晚上才能遇见 傅景前身材极好 他非常自律 每天我都能看见 他在别墅健身房中锻炼的身影 透明的玻璃 能清晰看见他健硕的体魄 性感的腹肌紧致好看 那晚的疯狂 止不住在脑中狂奔 虽然距离隔得远 可空气中总透着一丝暧昧气息 当他视线落到我身上时 我便落荒而逃 虽然说了分手 但我每天都会看手机 期待江川给我发短信 一周了 他没有联系我 我确信自己这次不会再卑微 于是我把江川拉黑删除 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 我出身普通 原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可现实就是这样巧合 一场生日宴上 我们再次重逢 傅景前切而不舍地追我 而我一直态度平淡 我不是不想恋爱 只是实在伤够了 不是一个阶层的人 终究没有结果 我这次连踏出第一步都不敢 但傅景前毫不气馁 他出现在我的生活 无孔不入地钻入每个空隙 就连他庆生也强迫我去 傅景前每其名曰 我们虽然不是直接地上下属关系 但作为集团员工 你也有义务出席 我害怕失去工作 出于生存的考虑 我答应了 只是本以为 作为员工出席就够了 没想到傅景前 居然让我当他的女伴 生日厌办的奢华 宾客皆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那晚我出现在宴会厅 满座街经 我没看错吧 那不是江少的人吗 哟 这唐宛优还真有几分手段啊 不远处 江川松开挽着许烟的手 他看向我 面色一沉 江川穿着定制西装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他仍是宴会的焦点之一 江少紧绷的下巴 暴露了他烦躁的心情 尤其是看到傅景前和我食指相扣的那一瞬 许烟拿着香槟在旁边温声说 江哥 我们该过去和王总打招呼了 江川仿若未闻 他松开许烟的手 静止向我们走来 这还是江少第一次如此失态 我站在傅景前身侧 却被江川拽到跟前 他满脸力气 告诉我 怎么回事 我还未说话 傅景前又把我拉了回来 他挡在我面前 云淡风倾倒 江少 你的女友许小姐还在身后等你呢 你确定要让他如此难堪吗 江川眼神闪过冷意 唐婉悠是我的女友 傅总这样大胆示爱的举动 恐怕不妥 空气中颇有剑拔弩张之感 宾客纷纷向这边靠拢 彼此交头接耳 傅景前哈哈一笑 女友 我怎么不曾听说 在座各位 谁能证明 唐小姐是江川的女友 傅景前压迫感极强 四下无人敢言 更不能言 虽然是圈中人尽皆知的事 可江少不公开 就意味着只是弯弯 谁敢触老江总的眉头 江川脸色愈发难看 他死死盯着我 悠悠 你告诉他 你是谁的人 我退后半步 淡淡回应 江少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呀 那碗包厢里 你曾在白纸上写下最喜欢的女生名字 大家都看到了 上面是许小姐 江川脸色一白 她彻底烦躁起来 你还在跟我置气 那只是个游戏而已 她想上前抓住我的手臂 却被傅景前拦住 傅景前动了怒 她低吼道 江少 今天是我的生日宴 你未免太失礼了 保安 请江少回去冷静一下 保安速度很快 江川很快被请出宴会 许烟也跟着她离去 今天的闹剧 这才落下帷幕 回到别墅后 我主动走到傅景前身边 她酒量很好 喝了一晚上 却不见几分醉 我问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以后不是要联姻吗 傅景前目光专注地望着我 我只是希望 你感受到安全感 至于联姻 嗯 这是个好问题 我心一沉 他们总是这样 明明身边有更好的玩物 有为了钱扑上来的女人 却偏偏要招惹 单纯只在乎感情的乖乖女 最后 别人动了情收不了场 又大意凛然地说 自己要为了家族奉献 我转身就要上楼 傅景前拽住我碗里扶的蝴蝶结袋子 她圈住我的腰 生气了 真是耐心 只有三秒的小猫 我什么时候说要联姻了 我愣住 不可置信地看她 不可能 江川说过 这是你们的归宿 傅景前冷笑一声 怎么 她的话是圣旨 她不屑一笑 她算什么东西 我只会做我想做的 况且 傅家从不联姻 也不需要联姻 傅景前谈了谈我的脑袋 下次查资料 记得全面一点 我突然发现 自己被她带跑偏了 她解释这些 就好像我是她女友一般 可我只是想质问她 为什么要回我名誉 我气鼓鼓地说 不对 我们明明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怎么能当众说 我们进展良好 两情相悦呢 傅景前视线落在我的唇上 笑得意味深长 是吗 她对上我的眼 唐小姐确定 那夜的疯狂 再次洗卷脑海 我后背冒出冷汗 死人危险 速速后撤 我还没来得及撤 便被傅景前压在了沙发上 骨节分明的大手摁在我的肩上 傅景前敞开的衣领下 锁骨若隐若现 她呼吸加重 我帮唐小姐找回了场子 你要怎么谢我 还不带我回答 她的手指便抚上我的下巴 落在唇上的吻 充满战有欲 嗯 傅景前的吻霸道激烈 几乎夺走我的呼吸 交锋之间 她的体温逐渐滚烫 我伸手推她 无意摸到她的腹肌 一瞬间 理智彻底断了线 一发不可收拾起来 欲念像一粒危险的火星 落在甘草堆上的后果 是烈火燎原 傅景前进退有度 我不是她的对手 在一次次战力中 我彻底缴械投降 耳边 男人声音低哑 悠悠 你真的好乖 傅景前对我身体的痴迷程度 令我震惊 或许这就是生理和灵魂的双重吸引 从前和江川在一起 我们总是止步于牵手 她嫌我太乖太乏味 没有许焉妩媚会撩人 我总是暗暗自卑 反思是不是自己太缺乏魅力 可现在 我彻底明白 清泉没有错 错的是遇见不对的人 和江川在一起的三年 我小心翼翼 躲躲藏藏 生怕触碰了她的禁忌 暴露了我们的关系 可当我答应做傅景前女友的第二天 她立刻精心策划了一场告白 傅景前请来了她所有的朋友 我站在搭建的精致城堡面前 接下她的红玫瑰 感动之余 我红了眼眶 这是我第一次站在阳光下 光明正大的谈恋爱 和傅景前在一起的生活 惬意舒心 我选择追求自己的美妆事业时 她也全力支持 从前江川非常反对我 拥有自己的事业 她看不上我微薄的价值 希望我全身心依附于她 江川言语间曾透出轻蔑 她告诉我 宝宝 你努力一辈子也比不上我一项投资赚的钱 没有价值的努力毫无意义 你要知道 我才是你真正的事业 她的话霸道又决绝 我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价值 直到和傅景前在一起 我才明白 爱的意义不仅是宠 还有尊重 她尊重我的每个决定 傅景前喜欢和我一起办公 她坐在书桌前 我靠在沙发上 累了 她便走到我身侧 将我抱在她腿上 告诉她我的决定时 我内心很忐忑 傅景前把玩着我的发丝 轻轻蹭我的脸颊 你想做的事 我当然支持 我有些意外地看她 我以为你会希望我什么都不做 让我待在家里 傅景前将我搂得更紧了 不得不说 我确实有这样的私心 我希望自己在你生命中的占比更多 但这样对你来说不公平 她握住我的手 人生是一场精彩的电影 爱情和事业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从18岁就开始参与公司决策 到现在还能清晰记得 自己第一个项目做成功后的喜悦 我不希望自己剥夺你对生命的感受 傅景前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 她的话对我触动很深 我忍不住扑进她怀里 你怎么这么好啊 双手悄悄游走在我的腰线 猝不及房间 我已经被男人举起 双腿被迫跨坐在她身上 这个姿势让我心中警铃大作 傅景前没给我一丝退缩的机会 她捏住我的脸颊 跑什么 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游戏 唐小姐有没有兴趣 听到她说游戏 我就知道机满不妙了 嗯 你等我考虑一下 明天早上还有早会呢 我可不敢惹她 趁傅景前一个不注意 我翻身要跑 下一秒 太子爷将我摁回卧室 游戏被迫开始 放纵过度的下场 是第二天穿高领 今天早会发布了任务 我要和重要客户对接 我做了万全的准备 直到对方来到会议室 我原本放松的心情再次紧绷 来人是姜川 他敏锐地扫到我不合时宜的高领上衣 助理关上门 他大步走到我身前 我还未说话 姜川伸手拉下我的领口 底下是一片深深浅浅的红痕 姜川眼角眉梢 瞬间染上怒涩 他把文件往地上一砸 怒声道 我之前碰一下 你都后退 怎么 换了个人 就随便倒贴了 我没搭理他 捡起地上的文件道 姜总 别忘了今天来这的目的 姜川早已没了理智 少他妈废话 不是为了见你 我会抛出橄榄枝 跟你们谈合作 谈挽忧你可真行 我没给你台阶下吗 你之前想要的仪式 礼物 这半个月 我都给你准备了 可你呢 拉黑删除 连见我一面都不愿意 我忍不住吼出声 姜绍 我们已经分手了 姜川顿住 随后冷笑一声 分手 你说分就分啊 我同意了吗 他凑近我 攥住我的手腕 姜川力气极大 我的挣扎毫无意义 姜川眸中力气十足 他笑得恶劣 为什么突然这么爱付景前啊 他在床上很会玩吗 我脸色一白 姜川你疯了是不是 他凑近几分 以前觉得你很乖 怕吓到你 才对你克制 怎么 喜欢野的 那你跟我玩呢 我比他也多了 我吓得身体止不住发抖 我不 你放开我 姜川忽然停止了动作 他面无表情地松开我的手 随后拿起笔 直接在合同上签下字 姜川抬眸盯着我 送你的礼物 不用谢我 对了 我没有同意的分手 从来就不算数 你要是吃得消 我不介意一女是二夫 我实在忍不住 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下流 姜川歪着脸看我 笑了 别奖励我呀 喜欢这么玩的话 我可以天天陪你 他留下合同 转身离开会议室 同事走进来 拿起合同一看 满眼惊喜 牛啊悠悠 我们的要求对方全同意了 都说姜绍最事难搞 还得是你 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 没有半点喜悦 小红坐到我旁边 你怎么了 谈下了还不开心啊 我摇摇头 我好像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早知今日 当初就不该靠近姜川 集团最近忙于收购案 赴景前经常不见人影 我不想因为私事 耽误他的工作进程 可姜川比我想象的 还要疯狂 我拉黑一个号码 就有无数小号打过来 挂一次电话 就会收到十封短信 现在听到电话铃 我甚至条件反射的紧张 我意识到光靠我自己 大概解决不了姜川的骚扰 正当我打算告诉傅景前时 他却出差了 目的地是京市 时间一周 我只得暂时作罢 等他归来 自从赴景前出差后 姜川就消停了下来 电话和短信都没有了 我长舒一口气 最近工作非常繁忙 我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处理 电脑里的盘都快塞满了 我今天特别困 几次差点在工位睡着 但既然换到自己喜欢的美妆赛道 我还是希望学到真东西 我去茶水间倒了一杯咖啡 回来时小红给我塞了一张定制券 这是我们公司的特殊福利 合作的服装公司会给我们一些定制券 这些券用于定制购买该品牌的衣物 小红眨眨眼 张总发的美人都有 你不是说自己正恋爱吗 恰好用得上 我欣然接下 越是忙碌的时候 我越喜欢穿些好看的衣服 调剂心情 傍晚 我寻着定制券上的地址 找到了最近的一家门店 导购服务态度很好 他为我推荐了一件蓝色连衣裙 还魄力为我开了VIP更衣室 里面茶水饮料俱全 还有沙发 我疲惫的身体立刻又精神了起来 更衣室灯光柔和温馨 步伐刚迈出去 身后的门忽然上了锁 本该无人的沙发上 姜川正邪靠在上面 他不耐烦的脸色 在看到我后消失 别怪我用这么龌龊的方式 是你自己总拒绝我 情况完全超出我的预料 我转身试图开门 但姜川早有预谋 理应外合 我根本不出去 我拿出手机 想要联系附警前 却发现根本没了信号 姜川扯了扯领口 模样脾气 宝贝 别挣扎了 你不是喜欢花园吗 我给你买了一处带花园的别墅 里面什么都有 就算你一辈子不出去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靠在门上 努力让自己冷静 我悄悄按着门把手 姜少 你什么样的人找不到 何必追着我不放 姜川拿着手链 慢慢向我过来 我告诉过你的呀 你是矿泉水 烟烟是烈酒 人可以没了酒 但不能没有水 你为什么要因为他生气呢 他算什么 真正陪在我身边的只会是你 我第一次见姜川这么风魔的样子 内心很慌乱 姜川的混在篮岗是出了名的 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而他现在的模样 很像最初追我的时候 那些痛心的记忆涌入脑海 我停下动作 抬眸看向他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一直以来 嫌我拿不出手的人 不是你吗 姜川是什么人啊 是篮杠横着走的人物 公开一个女友 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没有任何人敢智慧 可他宁愿用礼物和金钱砸我 也不愿透露一丝恋情 但许烟则不同 许烟出身名门 父母背景深厚 和他传出绯闻 是一件面上有光的事 姜川脸色一变 眸中不着痕迹的慌了 但姜少的自尊 不允许他低头 姜川眯起眼睛 声音冷下来 之前的事情 我会对你补偿 我已经把许烟拉黑了 以后不会和他再有交集 悠悠 你最喜欢的跑车 正停在车库里 你不想去看看他吗 这种纠缠 让我感到疲惫 我摇了摇头 态度坚决 即使拉黑了 你的心也清不干净的 姜川神情变得极为难看 从小到大 还没人这样质疑过他 也没人敢把他掏出来的真心 扔在地上碾碎 暴怒的情绪 彻底撕碎所有理智 他捏碎手里的烟 我说什么 你都不信 付景前的话 你就都听 你真以为和他有以后啊 他敢带你到家族公开吗 他以后只会比我更狠 见我低落 姜川把我扯进怀中 好了 别再惹怒我 跟我回去 姜川购置的别墅装修奢华 是我曾经期许的模样 雅致的花园 设计精巧的建筑 展示柜的角落 摆放着我和他的照片 无人知道 车库里那辆粉色跑车 曾被姜川嫌弃 我当时不懂 只是觉得他好看 他却说我不识货 说这辆车各方面都被其他系列吊打 客厅的地面上摆满了礼物 都是我曾经求而不得的 一个限量款手包 一幅油画和一个艺术藏品 价格不贵但难得 从前姜川只会嫌我麻烦 用钱打发我 此时他执着地牵着我的手 耐心地告诉我 他购买这些礼物的过程 悠悠 别闹了 我们三年的感情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你知道的 我是个疯子 别逼我 这些礼物 我一件也不会拿 可此情此景 倒让我想起 我们最初的模样 我和姜川的初遇在大学 暧昧了几年 姜川才向我告白 那几年 他长骑着自行车来接我 带我沿海吹晚风 彼时他送我的礼物 无非是学校门口的小吃 或是路过花店 随手带的一束花 我们的世界很简单 只是希望能带给对方幸福 礼物是情感的载体 背后的在乎才价值千金 可当姜川变成了姜少后 他在乎的东西也就变了 我想通了也放下了 我释怀地看着他 姜少 这些都没必要了 如果两个人的感情 只能靠外物维系 也许他们会长久 但不会幸福 这不是你想要的 对吧 姜川失控地摁着我的双肩 我之前是浑蛋了些 但我对你的感情 都是真的 我想要给你好的生活 想好好对你 你凭什么先丢下我 我哽咽道 是我先丢下你的吗 是你先变了 姜川冷笑一声 好啊 既然你眼里的 我就是个混蛋 那我不介意混到底 你就待在这里陪我 哪也不准去 我激烈挣扎 我不要 你放手 姜川凑近我的脸庞 清秀我的发丝 悠悠 我比他会玩 我会让你知道的 他刚要动手 大门被人踹开 傅警前带着一众警察 闯入室内 傅警前冲到姜川跟前 抬手给了他一拳 你敢碰他试试 姜川脸上立刻多了痕迹 他顶了顶腮 扑上去和太子爷扭打起来 傅警前 全世界女人这么多 你就非得跟老子抢 傅警前动作很辣快速 工房都滴水不漏 他冷嘲 你连公开都不敢 拿什么来跟我争 姜川沉溺享乐 平日逞兄都很还好 遇上行家 自然不是对手 很快 他便被傅警前 按在了地上 旁边的警察面面相去 这种勾别人女友的事 他们也不好插手 更何况 傅总有礼在先 不一会 一群人纷纷被扭送警局 我作为受害人 自然也跟着去 事情还未做出审判 空气中充满严肃的氛围 此时 高跟鞋的声音从大厅传来 江夫人踩着红色高跟 领着一群人来接儿子 她衣着考究 神态高傲 见到她第一句话便是 废物 我是怎么教导你的 平日没正经也就算了 居然为了女人大打出手 还想囚禁别人 我看你真是无法无天了 江夫人拧着江川的耳朵 半点不留情面 江少最怕她这个漂亮 很辣的妈 她忧愿地望着我 却没有反驳 妈 您别生气 这次是意外 下次她会主动回来的 江夫人恨铁不成钢 还下次 人家唐小姐都是傅家准儿媳妇了 上次我去拜访 傅总和夫人早已承认 你还在这将什么 江川猛地抬起头 不敢置信 妈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傅景前走到她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她 江少 你真以为 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吗 我和悠悠的事 早已告知父母 希望有朝一日 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江川红了眼眶 彻底破防 她将手中的水瓶 砸向傅景前 滚 剩下的杂事 我们无心过问 在江川复杂的视线下 我和傅景前上了车 车上 傅景前为我戴上戒指 戒指璀璨夺目 我很喜欢 她欠就道 今天的事怪我 早该安排保镖的 我却忙忘了 提前结束出差 本想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出了意外 傅景前把我抱进怀里 搂住我的腰 她后怕地说 还好我来得及时 要是你出了事 我恐怕会亲手剁了江川 我依偎在她怀里 你来得很及时 每次都是 她眸中一片澄澈 倒映着小小的我 在她偌大的世界里 我占了最大份额 傅景前轻柔地 稳在我的发丝上 她身上的木质蛋香 让我感到安全 傅景前扣住我的食指 深吸一口气 积攒许久的欲念 此刻倾泻而出 你不知道我之前 有多嫉妒江川 你乖巧懂事 又重情重义 完全是我的理想型 可我偏偏晚了一步 她的手掌慢慢收缩 像要把我圈在其中 我恨不得江川坏事做尽 好让你赶快厌恶她 上天垂帘 我的愿望成真了 我后知后觉地发现 身边原来藏了一只大灰狼 我弯弯眼睛 原来傅总对我早有图谋 傅景前喉解滚动 再是心动万分 也只能徐徐徒之 悠悠 你不知我忍得有多难受 我不会像江川那样 把你藏在暗处 我要全世界知道你的身份 司机没有驶向熟悉的别墅 傅景前定了一处休闲别院 说要带我放空 据说那里的半山腰上 常能见到彩虹 深夜 傅景前将我抱进卧室 别院的房间里 床头的花瓣随着摇晃垂落 傅景前极富技巧地 拂过我每寸肌肤 细密地纹绕乱了我的呼吸 满是芳香 人影绰绰 久别重逢的思念 化为缠绵的爱意 次日清晨 我们在秋千上看朝阳 早晨的阵雨 带来一道彩虹 我坐在秋千上 傅景前拿着相机 站在对面 为我拍照 他说 要把这张照片给爸妈 向他们郑重介绍他的爱人 按下快门 照片定格 傅景前放下相机 望尽我的眼眸 他笑着问 悠悠 你愿意和我回去见爸妈吗 金灰酒在他身上 这一眼 胜过万年 我愿意 番外 情场浪子江川收心的事情 传遍廊岗 他把许烟的东西打包带走 清理了一切 据说江少的钱包 十年不换 里面放着他最重要之人的照片 三年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 钱包里 许烟的照片变成了唐婉悠 他好像活成了中年人 借了烈酒 渴望一丝甘甜的清泉 抚慰疲乏生活的焦躁 他还是没法接受事实 更无法面对一个充满过去记忆的篮岗 借着集团拓展海外业务 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出国 离开之际 许烟找上了他 许烟性子风流爱玩 满世界都知道 不过江川还是第一次知晓 他在京市脚踏三只船 其中一位还是灰产起家的王总 那人的残忍圈内有目共睹 许烟拉下衣袖露出伤口 他叫声求他 江哥 你不能走 你走了 王成卫就不会对我手下留情了 他会打死我的 你不会不管我的对不对 王成卫这人 他有所耳闻 他最是接受不了被玩弄 许烟这次 算是玩错人了 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自从唐婉忧离开后 他就彻底看清了自己 他根本没有那么喜欢许烟 他爱的人是唐婉忧 许烟 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你只是玩玩 别太当真了 许烟绝望地看着他 江哥 你怎么能这么冷血 男人没有离他 物资上了轿车 司机踩下油门 乘客将前往另一国度疗愈伤口 你怎么远 我紧